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和大家讲一个抖音 其实也不是抖音了 就是字节跳动 它推出了一个全球分发音乐的一个平台 然后我昨天收到了审核通过的一个通知 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平台 首先你自己可以入住 点击入住 因为我已经入住了 已经审核通过了 入住完以后 其实入住的时候 并不需要你提供任何音乐的一个作品 你不需要提供 你就可以入住了 入住完以后 你就会有一个页面 这个时候你是没有钱的 什么时候没有钱 然后我也不知道 点击多少会有多少钱 点击一万次有多少钱 这个也不知道 我今天就是花了一些时间 反正上传了我给别人写的一些 反正我有版权的一些歌曲 总共上传了18首 反正好的不好的 demo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全部发上发上去 然后看看这个 这个效果 这边还有视频 你也可以创传你的MV 这边也可以创传一些demo 然后这边有个合约 这个合约的话 其实是我们音乐人当中 必须要重视的 很多其他的平台 比如说Q音乐平台 网易云平台 因为他强迫你签这些独家的 这些东西 你不签独家的就不给你流量 其实你签的独家也没有多少流量 对一般的普通的这些独立音乐人来说 我们可以假设有一首歌你火了 发上去有火了 但是其实他的那些精灵版权 还是规平台的 你不是就是说可能有一些霸弯条款在里面 可能你就相对来说比较被动 你不火 你也没什么流量 也挣不到钱 万一有首歌火了 可能后面的一些权益的话 平台还是占据主动地位的 这个银河方舟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 我发现他的相对来说 没那么多霸王条款 没那么多霸王条款 万一假设这首歌你火了 你可以改编 可以重新 你比如说卖掉 或者上演 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 都是给你的 都是你自己的 你想用就可以用 有些平台要霸王条款的话 等于你把这些权利都给他了 他只不过去带你去这首歌 万一火了他帮你去什么去推广 去推宣传 然后赚了钱以后 他要拿一大半 你自己拿一小半 好不容易有一首歌火了 可能你的钱 你的收入没有你想象那么多 还有一个就是 他是全球分发的 全球分发的 像这个Apple Music 苹果的Music 还有国外的几个平台 他都可以一键帮你分发 当然你也可以在发音乐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 就说哪些我不想发 比如说等你去提交的时候 会有一些让你选项的 就是说国外我不发 我只发国内的 或者某些平台你不想发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就是很多朋友 他比如说他已经入住了Q音乐 或者网易云音乐 在你注册的时候 会要你提供一个 你是否在别的平台注册过 这个不用隐瞒 你就告诉他你注册完 否则的话 你要没有注册的话 你又选择的全平台分发的话 他会给你建一个新的账号出来 而且那个账号 你没法控制 在比如在网易云当中 你没法控制 那是非常麻烦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你比如说你已经入住了Q音乐 你就告诉他我的Q音乐 然后提交你的Q音乐的ID 他就会到时候审核的时候 在你入住的时候审核的时候 看这个人和你的身份是一样的 所以下次你发歌的时候 在这个里面发歌的时候 就直接跟你同步过去了 同步到你的Q音乐账号里面 就不会再跟你另外建一个账号 这个大家注意一点 发歌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同步到所有平台当中 就不用一个个平台去发了 但是这个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你以后这些平台的独家 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这些东西可能要大家要注意一点 有些东西的独家就没有了 因为你这个一键分发的时候 比如说你是全网分发 你这首歌同时会在Q音乐 网易音乐 Apple Music当中会出现 所以他们那些平台 虽然同步过去 平台他也知道 你的别的平台有了 所以你即使你签了独家的协议 他也不会给你按独家的流量分成给你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点 至于这个多少钱 反正我今天上传的 今天上传完以后 过一段时间 我看看这点击量有多少 我主要想测试一下 他这边每一万的点击量会有多少钱 看看是Q音乐多 还是网易音多 还是银河方舟多 好这期视频就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 音乐分发的一个 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平台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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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